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当地时间24号宣布 众议院对总统特朗普启动弹劾调查 众议院将会调查特朗普是否寻求乌克兰协助 以抹黑声势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特朗普对此表示 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和骚扰 当天佩洛西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特朗普的行为违背了总统就职誓词 国家安全和美国选举的诚实性 他说总统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天晚些时候 特朗普抨击佩洛西 称弹劾调查是对总统的骚扰 还说弹劾不利于美国 特朗普承认他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讨论了腐败问题 但否认施压对方调查拜登父子来换取军事援助 特朗普称他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友好且完全妥当 还透露将于25号全文公布通话内容 综合美国媒体近期报道 一名美国情报界人士日前检举特朗普今年7月 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 以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为筹码 施压对方对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亨特进行调查 相关报道震动美国朝野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利益 以及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依照法律程序 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总统 需得到简单多数众议员赞成 但要成功弹劾总统并让其下台 还需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参议员支持 众议院中民主党占多数参议院则由共和党把持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成功弹劾特朗普的可能性很低 但弹劾调查过程势必加剧两党斗争